有難不低豪宅之稱 位於高雄市亞洲新灣區的 國宴大廈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群中 被爆出選嫌疾售獲利千萬 阿中部長難道成了炒房部長 叫炒房 我在炒房間市 那是有其他的一個計畫 那買了 然後持續的在一段時間 我決定不去高雄之後 就想把它售出 原本退銷住後來因為出任官職 蓄留台北 擺放了約十年的茅胚屋 轉手求售開價高達4580萬元 估計獲利上看千萬 全州連盟駁斥炒房說 高雄以前房子也不好賣 就是這樣子放著 十年我買了大概從預售物到現在 也是十年十一年了吧 炒房 沒有這樣在炒房的 講炒房真的是抹黑 周帕提出的居住正義被說 說是對手抹黑 陳中陣營反控蔣萬的大姐才是爭吵房 陳中先生他財產處分 如果是合法的獲利 自己說清楚就不用擔心被外界質疑 但是民意黨被外界質疑 就開始來牽扯我的家人 攻擊我的家人 變成固定的SOP 每次為了選舉 胡亂牽扯 這已經變成民意黨 遏制選舉操作的方式 今年更是變本加厲毫無下限 從未入住的茅沛屋 刻意省下裝潢成本 擺放多年想要高價獲利了結 被揭發之後難道又是綠能你不能 他們把我父母親在新北三支 十分只有半坪的塔位炒成說在炒地底 他們這個雙標 這是雙標到了沒有極限的地步 但是你為什麼不講得更漂亮一點 就是說你不是短期 這個我覺得也可以接受 但是你擺在那裡毛屁屋 就讓大家覺得說是一個投資客的行為 選戰倒數一州 候選的家人也深陷其中 前防疫指揮官的居住正義 沒有講清楚投資利益 對選民來說諷刺的是 防市投資對他來說也很容易 這位黃家瑋嘉宇台北高雄報導 系統裡面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GO 好 好 好